好了,大家好,今天又是圖像處理反轉教室的時候 我們就是認識什麼叫做色心,色心,ColorDeaf 我們先看看這篇文章 好了,因為時間有限,我猜大部份應該差不多看完了 有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原來 文章說,色心是用來表達數碼影像色彩數目的單位 什麼為數碼影像呢? 例如放在電腦裏面的圖像檔案,那些我們為數碼影像 色心,原來就是究竟我的圖圖有多少隻顏色 如果我的色心是24bit,bit,bit,委員 如果我們的影像是有24個位元的話 原來我們發現我們可以顯示16777216種顏色 一般來說,如果我有24bit的圖像,就可以有千多萬隻顏色 而這個跟我們肉眼所能分辨的顏色很相近 所以我們就稱之為真色彩True Color 真色彩True Color 即是說如果再多一點,比如32bit,64bit,48bit的色彩 其實跟24bit沒有分別,因為人類已經分辨不到 好了,同學,看看這兩幅圖 大家覺得有什麼不同呢? 誰比較像真,誰比較漂亮呢? 我們發覺原來,當一些圖畫能夠有多些顏色去表達的時候 他會教一些沒有那麼多顏色表達的圖畫為之漂亮的 好了,又來看看另一個例子了 大家猜不到這個是什麼呢? 炸彈?還是什麼呢?不知道 好了,如果大家看這個呢? 會不會有多一點點的提示呢? 看看吧,究竟這個圖畫 跟誰1號還是2號相似呢? 我猜大家都選擇1號的 為什麼1號會相似2號呢? 其實原來是同一個圖像來的 只不過,我在相對不同位置上加了一些顏色 讓它可以更加跟真實物件像真 分辨到比如說眼眉呀,嘴巴呀 而這一幅圖呢? 而這一隻小鳥呢? 基本上,我們是分辨不到嘴巴的 好了,同學,又看看吧 究竟,這兩隻顏色是不是一樣呢? 如果大家不是超人的話呢 你們應該都會覺得,兩隻顏色應該是相同的 很不幸運 你發覺呢,原來在左邊那個呢 它的顏色呢 藍色的度數呢,是213度 而右邊那個呢 它的藍色度數呢,是218度 那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那兩個的舉型呢 根本都是不相同的 在電腦來說呢,藍色是不相同的 但在人眼裏面呢,就會相同 好了,所以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究竟我們是不是需要不斷不斷不斷增加那些的色深呢? 好了,去到這裏 如果我要儲存這一個圖畫 這個黑色的正方形 假設我的色深只有一個顏色 我會用呢,檔案呢,做出來就會大概18KB 那KB呢,就是電腦的其中一個單位 好了,如果我用16隻顏色 即是說我的色深是16的 去顯示這一幅圖畫呢 我就會用66KB的檔案大小了 好了,如果是256隻顏色的話呢 那我就會用133KB 最後啦,如果我用True Color 真色彩的話 你就會發覺我們用395了 那所以同學可以見到 當顏色越高,檔案越大 我們究竟有沒有必要去不斷增加顏色呢? 那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今天就是這麼多了,拜拜! 拜拜! 拜拜